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学长 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道五谷蒸饭 这个五谷蒸饭之所谓特殊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一碗是啥呢 这一碗是花椒水 也就是花椒去煮出来的水 最终是要加到这个五谷里面一起下去蒸的 还有这一大盘的起司 也叫奶酪 这个蒸熟了以后给它撒上去 再蒸个三分钟 它就融化搅拌在一起 然后搅拌完的时候 最后下点葱油 这样子的一锅五谷蒸饭 超级的好吃 也是又达到了温热 好吸收 口感又好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果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去操作了 好 我们开始把这些五谷 给它倒在蒸盘里面 全部给它倒在一起 一起洗干净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五谷米给它洗干净 也加入适当的水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花椒水也一起加上去 然后我们拿去蒸 蒸完了这个 本来这些五谷它都是比较平性的 当然不会寒凉了 那这下子我们加上花椒水以后 这五谷米饭呢 它就比较温热了 这样子符合我们医书里面所说的 好 好我们把这个饭拿到这个蒸盘桂米拿去蒸 我们给它蒸大概 五十分钟吧 好 五十几多没关系 好 我们开始下去蒸了 好 这个五谷米饭已经蒸熟了 很漂亮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加入一些起司 把起司撒在上面 把起司均匀的撒在上面 这起司也叫奶酪 我很喜欢吃奶酪 好 把这奶酪撒在上面 然后我们再来下去蒸 蒸 蒸三分钟就可以了 好 我们撒完奶酪以后 我们就下去蒸三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把奶酪撒下去以后 蒸三分钟 这样子奶酪融化了就可以了 好 好 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下子已经起司加下去以后 已经蒸好了 非常漂亮 看起来非常有实意 好 很好 这下子起司加下去的这个五谷换 已经蒸好了 非常漂亮 看起来非常有实意 好 我们在上面撒点这个葱头香油 超级漂亮啊 哇 哇塞 好 我们给它打一份起来看一下 好